作词 李宗盛 是心动的后悔 或许还有疼痛的滋味 不如停下来半途而飞 一旦开始就在慢慢积累 用心体会几种滋味 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 体会到雪的热和爱的泪 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 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 不计较了 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 一颗心跳着 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 体会到雪的热和爱的美 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 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 不计较了 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 一颗心跳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十岁算什么呀 你真到了我这快四张了 你才会发现 真正的危机那是四十 你多潇洒 为自己活哪有什么危机 我那是因为没结婚 你们也一样 当时没结也挺好 我那帮四十岁老同事 上有老 下有孝 房贷 车贷 老人医疗费 孩子教育费 可怕的 我告诉你 爱情就是坟墓 婚姻就是火葬场 让人灰飞烟灭 现在想想看 即使当初在野起了又在怎么样 还不是满身污泥 四处财谱 一人是没钱没车没房 三年又三年 专业一辈子怎么样 那我偷偷地问你一句啊 这一次有把握吗 所有的失败啊 我觉得都是人的失败 这次你来帮我 我一定有把握 四十岁 咱们再闯一次 还没忘了忽悠我呀 你来 您来 来 我们再忙一次去 好 我给你倒杯水啊 你们一天天的脑子里 都在想什么呢 连产品的定位都搞不清楚吗 这款洗衣机主打的是 洗护轰一体 一件白衬衫扔进洗衣机 三十分钟之后 不但洗干净了 一丝皱褶也没有 它是受众群体会是谁呢 你们别告诉我 是坐在家里看电视的 大爷大妈 其实Wiki姐 除皱也是这项产品主打的 特性之一 所以如果把它对应成人声 人声不是平坦的 就像褶皱一样 我们把它放进去三十分钟 干净了 拿出来也没有褶皱 是不是从这个切入点也可以 接着说 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易 但留给每个人的悲伤时间 只有三十分钟 小米 你就按照这个思路 再整理出一个方案 行了 你们继续讨论 我还要去下一个会儿 等一下 Wiki姐 怎么了 其实这个 不是我自己的创意 是之前那个鱼经理的创意 你还有脸说 你们连甲方自己写的东西 都比不过 咱们却在市场上的创意大神比稿 懒得说你 下班之前 每个人再整理出两个不同的思路 给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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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 怎么了 芬芬 你不忙啦 忙 你程号短说 还要你别再叫我芬芬 嗯 嗯 房子我们去看啦 一百二十平 你弟弟说 以后你回来 再也不用住老房子了 因为有一间是专门留给你的 不用 我回来就住酒店 房子呢 让他们买两居室 九十平以内 两居室 三居室 也就是差个十来万块钱 你买个包都好几万 那 你就少买两个包嘛 我买包 花的是我辛辛苦苦 卖命赚的钱 他们要自己有钱 买五百平我也管不着 好 还有 钱我可以付 房稳必须写我的名字 他是你亲弟弟 写你的名字 写他的名字 不是一样的吗 弟弟是亲弟弟 弟媳妇不是 我也不怎么相信 才跟他看对眼 就让他买房子的女人 是不是真的能跟他 踏踏实实过一辈子 你 你怎么就不能念 你弟弟的好呢 我们养你 给你钱花的时候 我们都是任劳任怨的 怎么到了你帮助你弟弟的时候 就像全家人都欠了你一样 他一个月才三千块钱啊 你一个月多少 你一个月四五万 你轻轻松松就能帮他一把的吗 我刚从医院体检完 我浑身都是病 我哪儿轻松了 现在的人 人家怎么说啊 压健康 谁不是浑身有病啊 行了 不说了 房子两居室 九十坪以内 名字写我的 他们只有使用权 我还赶着开会 我不说了 够了 张总 你在哪儿 大家都到齐了 就等你了 你胡说 哪有什么时间 让自己背伤三十分钟啊 三十秒还差不多 你好 谢谢 你去我们公司啊 你谁啊 没看出来吗 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 李洋 不认识吗 李洋 我们公司没这好人啊 李洋 就是没事喜欢 穿着黑色红衣戴着墨镜 哪里本在出门就 碰 碰 有病 你多大了 约等于三十 那年纪也不小了 怎么还那么幼稚呢 好好上班挣钱不行吗 学别人当什么 行走的撩妹机器 到了我这个年纪 你就会知道 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心动啊 我觉得这是墨镜吧 遮挡了你的视线 姐姐我今年三十九岁了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你就会明白 相比较起不确实际的爱情 钱更重要 等等 你说你三十九了 不像啊 脸上的紧致 都是钱雕出来的 刚做完题了 真没想到 像你这么大年纪的小姐姐 还这么带劲呢 你说话注意点 离我也远一点 否则我告你性骚扰 好 其实我是去四十一层 四十一层 新来的那家公司吧 繁星科技 副总裁 负责市场 今天刚刚来上班 名片没带 我带了 我是光谱营销张青 我知道繁星科技 最近刚融了资 应该还有一些市场上的 推广预算没划完吧 找我啊 你说这楼上楼下 开会也挺方便的 关键是你们现在需要 一整套的营销方案 如果第一枪没有打响 不出六个月 必死 你才是那个 没有感情的杀手啊 不是 你在那瞎话有什么呢 胡伟岚 我跟你说啊 这玩意儿生命力才强 常年在阴暗的环境里 他都不会死 你这盆眼看着就要死了 所以我得给他找个好位置啊 一大爷踩着三轮车卖 天天晒太阳 你看 空间了 那大爷是不是跟你说小伙子 盆栽可便宜 买不买啊五块钱 你怎么知道的呀 看大爷没叫我小伙子 他叫了我帅哥 我就知道 你送不了我跪着 说正经的 打算给我多少股份 别这么看着我呀 刚才电梯里碰一女的 太带劲了 我觉得我已经爱上他了 我一想干脆来你的上班 他在三十二呢 进水楼台先得月呀 你还想公费谈恋爱呢 那股份啥要点 四 二 五 一 三 三 三 成交 这么严肃的事情 让你们搞得像小孩子 过家家 苏总 这男人呢 他到了四十岁 也还都是个孩子 你这话说的 女人就活该当妈呀 谁不想当孩子啊 小两居四五十万 这样行不行啊 我和你爸爸呢 攒了八万块钱养老钱 你弟弟那里呢 还有两万 我们嫁起来十万 剩下的 你帮你弟弟出 不要写你的名字了 你要是不放心 就写我的名字 李年华 你这两天忙什么呢 又没个信啊 怎么了 怎么在医院啊 我没事 是徐文松住院了 哦 他怎么了 他在工程摔了一跤 腿摔了有点问题 现在住院呢 我陪他 行吧 那你忙吧 你别太累了啊 头三个月要休息好的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你怎么样啊 我被房东赶出来了 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也没找到工作 现在住在快捷酒店里 每天吃着周围 最便宜的外卖 我有一种 想回老家的感觉了 心疼死我了 不过现在 需要都越了越好 你甘心回老家吗 挂了 再见 你好 思维总白晴科技 今天登记一下啊 去带什么也要写上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是一家初创公司 所以加班可能会比较多 工作压力也不会下 我们徐总说了 这就是一场冒险 很有可能开到一半 船翻了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把这个情况 设在前面 没关系 我喜欢加班 我也喜欢挑战 之前一直在甲方 其实对我来说 已经没什么挑战了 就你们这种互联网 创业的公司 一个人都当几个人用 很利于我成长 那我方便问一下你 单身没孩子 受过情商 不打算结婚 不是 我是想问一下 你在上一个公司的薪资 大概是多少 186是资金 我们这边目前可能给不了 你那么高的薪资 市场经历的薪资 大概是在八千八左右 八千八 这么低啊 不过我们徐总说了 如果新一轮的融资 顺利的话 会给大家掌心的 郝总 人事说有人来面试了 还挺合适的 问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一面你就让人事 自己定就好了 不要麻烦郝总了 不不不 我要去 对的 等我一下啊 好 一共就给我三个名 我可得尽调细选 我告诉他们啊 不搞那些形式主义 什么一面二面都不要 我去看完定好了 明天就让他们入职干活 给你们开会啊 这好人事可以啊 那可不多少年好兄弟 工资呢 我的权限就到这里了 过一会儿 市场部负责人过来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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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佳恩 好陈诗 余佳恩 好陈诗 余佳恩 郝总 你们认识啊 认识认识 没事 你先忙吧 坐 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 面试捧的 是啊 你在这里上班啊 真是好久不见你了 这几年咋样啊 我 我就这样呗 也不知道这是你的公司 不然我也不来了 不至于吧 咱俩什么仇什么怨哪 我去 于佳恩来面试 你给个提示呗 太尴尬了 这儿其实也不是我的公司 我也是第一天来上班 所以没有看到你的简历 不知道是你 一直都在北京花这些年 是啊 那个时候成都待不下去的 全世界都知道需要不见了 看我笑话呢 丢人啊 最后回北京了 佳恩 楼下的咖啡特别好喝 我请你下楼喝咖啡 咱们楼下聊 现在 对啊 走 走 快 走 许阳 这个面试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市场部门的人呢 你就交给好城市定夺就好了 一件事情 不要太多人发表意见 声音多了 不是什么好事 可他不是你表面同学吗 乖 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有吗 你没请啊 喂 晴莱 我把你的简历呢 推给我前公司 他们那儿工资 给得比我们这儿高 看你现在也挺不容易的 咱还得多挣点钱 不是吗 对吧 现在不能考虑什么梦想呢 我们这儿还拿梦想 忽悠年轻人呢 你是自己人不能坑你啊 走 李嘉安 郝总 你面试就面试 你怎么还要把人带下去啊 跟你说 不许搞办公室恋情 你别聊自己人呢 不是 你们怎么出来了 这 他不是许阳本妹同学吗 我们下一期听一下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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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糟糕 糟糕 对 他死了 不好意思啊 我习惯性念出来 没有别的意思 没关系 我早就走出来了 我看你之前有创过业啊 对 负责什么 算是互联网创业吧 我负责市场的开拓和营销 不过我看你之前 是学服装设计的 怎么跟现在专业跨度那么大呀 我负责市场的开拓和营销 好 袁小姐 二十几岁的时候 因为很坚定地相信某个人 以及那个人给你承诺了 很多美好的未来 所以 算了 年轻嘛 谁不碰到几个垃圾呢 我也没分出来 他到底是可回收垃圾 还是不可回收垃圾 不好笑吗 不好笑吗 我觉得 余小姐还挺幽默的 一般这个不可回收的垃圾啊 他的处理下场都是死烧 你后悔吗 创业 后悔啊 为什么 是没能成功吗 曾经我以为创业 是为了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但没想到他 毁掉了我的美好生活 毁掉了你的美好生活 那他们呢 我可能问的有点多了 不好意思啊 我之前是时尚杂志出身的 可能不想八卦 余小姐 我刚才那也看了一下你的资料 之前你好像是在那种传统的 家电企业 那跟我们这个确实 差别比较大了 所有的市场 都是客户需求的总和 无论是电商还是实业 定义增长市场的底层逻辑 都是沉浸在客户的思维里 去寻找扩展路径 我曾经创过业 也在大甲方做过市场经理 不同的业务模式 需要的市场能力 我都有过历练 尤其是当年我创业 因为没有钱 每一步执行都要我自己上手 所以我很清楚地知道 乙方给甲方挖的坑在哪里 水分在哪里 我认为 这是我最匹配你们的优势 我觉得挺好的 徐遥 你觉得呢 徐总 您对我还有什么疑问吗 你刚才所说的市场这一块 并不能解决我们 繁星具体的问题 这么多时间 难道你让人家呢 你拿方案呢 好 给我你们的需求 这是我们这营销广告脚本 你看一下 讲的是一对北漂的情侣 女孩因为工作 要出席宴会 她动用了他们两个人的储蓄 买了一条非常昂贵的裙子 因为这件事情 两个人吵了起来 最后分手 在女孩要结婚的时候 男孩给她买了一整年的凡清会员 她对那个女孩说 希望你不用在外 没有体面的衣服而掉眼泪 还挺狗血的啊 你觉得狗血 李小姐 那从你专业的角度 你觉得问题在哪儿 不懂女性 没有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 繁星打入的是她 经济崛起下的市场 她是谁 她到底在想什么 只有搞明白了这件事 才能打动她 我认为这个脚本的内核 充满了男性思维的局限 和自以为是 我想你大概是不明白 作为一个男人 看到自己的女朋友 因为买不起一件漂亮衣服 而痛哭时的那种愧疚 许总 你大概也不懂 你女朋友为什么要哭吧 故事 我说的是脚本里的故事 故事里的女孩 她哭 她吵架 她不是为了一条裙子 而是她付出了 所有的努力 竟然还买不起那条 她梦想中的裙子 她不是为了裙子而委屈 她是为了整个生活而委屈 如果是我来做 换个思路 主题是 你的努力足够美好 繁星的优势 是用更少的价钱 去满足更高的需求 繁星应该传递的是 你的每一份看上去 也许微小的努力 都值得橱窗里 那一份遥不可及的美好 也足够美好 余小姐 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入职 谢谢苏总的盛情邀约 但是我不接受这份误会儿 什么 那我走了 余小姐 是因为工资吗 我们可以谈啊 我真的很欣赏你的专业度 和你对女性经济的感知力 很希望跟你共事 和工资没关系 对繁星深入了解之后 我觉得繁星不适合我 是我自己的原因 我送送给 苏总 苏总 谢谢你的欣赏 我刚才提的方案 如果你喜欢 送你们了 谢谢 可回收垃圾 不可回收垃圾 需要你是什么垃圾 说这么多 你们俩在一起这么多 得天天吵架 所以他余佳恩 无论出于什么情况 都不可能外反性 干吗还要答应 所有来面事呢 我们看不上他 他在证明自己的实力 但是却不愿意来 他肯定是选后者 这就是他余佳恩的 他一定要赢 哎呀 行 他方案也算是给我们 之前你写那个吧 我就觉得有问题 但是一直没想明白 他今天算是提醒我了 这女人真正在想什么 和男人以为 他们在想什么 天差地比 丧路 我说当我死了他 还真当我死 那女孩不错啊 是不是太年轻了吧 没错啊 他陪我爱情长跑 到最后我都没能给他 一个白头到老的承诺 是我不对 但是八年啊 再一起八年 人生能有几个八年 他至于这么咒我吗他 算了 算了 这年轻女孩都不懂事 还是三十多岁女孩有魅力啊 她都三十岁的人 怎么还能那么不懂事 你闭嘴吧你 你都奔四十了 你懂事了吗 第一人家说丧偶 你是人家偶 偶 偶爸吗 丁儿 于佳恩不适合来反省 这话我来说就行了 你还给人发个短信 你怎么不飞鸽传书啊 你就不能跟人家说 好久不见了 你最近过得好吗 一起吃个饭这类的话吗 不是 我 我心里可能是想说你好 但不知道为什么 嘴上说出来的就是再见 什么你好 再见 你不觉得吗 人本身就很复杂 有时候可能两个人 都没有错啊 但非得找个天翻地覆 一定要分个对错出来 震惊 是真的做不到放弃啊 一切去争取 还是比起爱情 更在意自己的尊严 还是真爱 永远会败给贫穷的现实 答案到底是什么 答案是你疯了大哥 你别闹了情况 上班了 真的 心作不可 一个活想一个水想 谁活不容啊 你们那儿不结婚就对了 结婚就是地狱 余佳人应该感谢你 当初不取值 一千万有一千万的做法 花钱谁不会啊 这别说一千万了 我刚做完一个三千万的钱啊 你知道带动了多少销售额吗 一个亿呀 王总 没问题啊 我可以签带销售考核的合同 好 怎么个意思啊 这领导指示得明确点 嗯 你人脉广 你帮我推着他 他那么要强 别插我吧 所以我不插火 我让你插火吗 行 我看着办 你们倒是文文的幸福了 我太幸福了 进 文婷姐 有没有签证你有约 有约吗 有啊 亮 杀手亮 砰 好 上班时间只谈工作 绝对是工作 他怎么样 用了吗 人挺好的 但是我们妙小 别当了人家前程 妙小 那就是穷呗 这位小姐姐说话怎么这么直接啊 这位小哥哥 你怕是走错地方了 我们这儿的佛呢 排面都不小 你付得起吗 别啊 我可是诚心诚意的 我之前还看了你们公司的案子呢 确实不错 还捧红了几个女性的品牌 预算多少 预算不重要 重要的是效果 咱得看长远了呀 把第一枪打响了 那以后我们融资进来了 给你们公司的就是年单啊 对吧 开会它也方便呢 干嘛去啊 走啊 上哪儿啊 让我们客户总监和策划总监 给你们评估一下 来 喂 我是张青 你有事吗 哎 你房子找着了吗 没呢 你现在在哪儿 我过来接你 对了 你行李多不多 接我 接我去哪儿 我听说啊 你拿到了 N加三的裁员赔偿 钱应该还没有夸完吧 哎 你能不能今天晚上 就把房租给我转过来 能倒是能 但是 你就别但是了 你发个定位给我 我来接你 我缺钱急用 你又着急租房 就这么简单嘛 好了 好 线上用户的问卷 调查结果出来了 用户反馈最多的 还是款式问题 觉得可以选择的款式 不够多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们的买手人手不够 以及不能大量囤货 积压资金的原因 款式确实是太少 还是模式有问题 什么模式啊 买手进货的模式 得调整 嗯 我知道 我知道 明天就找你去啊 你是故意落我这儿的吧 客群款式少 客户流失快 新客户也不来 这是致命问题 不囤货 不积压资金的情况下 怎么可以让款式丰富起来 嗯 你啊 别来白娘子丢洒 那个老套路了 一会儿不用过来拿 我让部门的小朋友 给你送上去 这 这蓝牙怎么还断了 你是 看来这三十二楼女高管 对你没什么兴趣啊 这也太小看了 我更看重的是 他们公司的实力 才让他们负责 他们的营销业务 嗯 也算是牺牲我的美色 为咱们公司打天价吧 嗯 女人都是感性的 你必须先感动她 她才能给咱们公司 打车呀 对吧 行 六十万的预算 六百万的效果 成不成呢 就看你的美色有几分了啊 我好了 你一会儿呢 把房租直接打到我的 手机微信上就行 开着好几十万的车 就全我这每个月 给你的五千房租印记啊 室友守则第一条 我不想说的你就别问 嗯 哇 太厉害了 九十八秒 一分半还原魔方 我转这个魔方 至少有五千资料 这个魔方很有魔力的 每次她集中精力 去思考的时候 她就会下一次 转这个魔方 她压力越大呢 转出来速度就越快 那你有没有想到 解决的思路啊 许耀 我先别想了 我点外卖 赶紧吃什么 麻辣烫 哎 麻辣烫太有了 我吃不下 我喝粥吧 许耀你呢 不是 你们刚才说什么 我 我喝粥啊 对啊 外卖 应用程序 在一个外卖的应用程序上面 我们可以吃到粥 火锅炒菜 实现口味的全部覆盖 那么如果你们设想一下 由平台自己来做菜 能满足这么多人的 口味需求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于是 在自己做菜 人力财力都有限 菜就那么几个 所以我们需要去改变 由以前的买手去进货 变成现在供应商供货 买手只负责挑款 把供应商的货 引到我们的平台上 再用分账的模式来付款 这样也解决了货品积压 和成本开始大的问题 虽然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 让供货商货品前职 是有困难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好 所以你联系一下那些卖手 让他们回趟公司 跟市场部门的人碰一下 选几个品牌 作为我们的第一梯队 供货商品牌 list 好真实 你去负责一下 跟他们怎么谈 你是不是也在想 我居然也能住在 看得到北京 CBD区域的房子里了 我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啊 工资不到两万 这儿的房租要一万 我花了近一万的工资 租下到这里 是因为我相信 住在能看得到四环的房子里 已经是一种成功 五千块钱的房租 对我来说还是挺贵的 可我想了很久 刚毕业 在同州租房 每天花五个小时剩下班 三十岁了还在同州看房子 这八年简直白活了 这人啊 不是说你长了年纪 就会长本事 长财富 因为你变得更老了 所以一切就会变得更好 不是这样的 你看像我 到了快四十岁的关口 还得过着跟人合租的生活 丢人呢 我刚毕业那会儿 我和三个女孩租了个开间 每人一张单人床 各站一面墙 我们把团购拍的黑白血针挂到墙上 就挂到了自己床头的镇上头 有一天我男朋友来看我 他说他情不自禁地就想要对照片上的思维一一鞠躬 谁让你们拍黑白血针的 我刚毕业那会儿 我还住过地下室呢 后来好不容易就搬到地面上跟人合租了 那房东呢把三居室给隔开 居然住得下八个人 男的女的都有 上厕所都得摇号 有一次呢 我发烧住院 好几天没回来 回来之后 我那些个室友 没有一个人问我这些天去哪儿了 我当时真的觉得 我就算是死在北京了 也没有人知道 二十二岁住通州 二十七岁住双桥 三十岁托尼都胡出到这儿来了 张青姐谢谢你 今天晚上我站在这里 突然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有希望的 只要不放弃努力 一定会前进的 像我这种小城市出来的普通女孩啊 靠着读书来到了闪闪发光的北京 普通话说得越来越标准 衣服的品位越来越好 有时候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呢 难免就会有一种成功了的幻觉 但其实啊 某一个时刻 轻易地就能把我打回原型 什么时刻 比如说 为了省房租 我居然让一个在提案会上 把我怼得颜面全无的人 成为了我的室友 我给你开玩笑的 我跟你开玩笑的 我得睡了 明天一早还得开会呢 真羡慕啊 还有会可以开的 余佳恩 我们部门有空缺 你要是有异想的话 明天来面个室吧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长夜慢慢转来 遥远的呼唤 月光渐渐满 眼睛浮断 海面 我的心跳 被火烂烂成一段 随着你的出现 深色淡淡 天光浑水了一半 心太烂烂 全世界都在旁观 只有我的脚步 在追赶不吃啤酒 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 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守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 就被你猜头 拒绝青碎气候 深色淡淡 天光浑水了一半 心太烂烂 全世界都在旁观 只有我的脚步 在追赶不吃啤酒 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 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守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I'll say love you 只怕还没开口 只怕还没开口 就被你猜头 拒绝青碎气候 I'll say hello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 不敢开口 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守 I'll say love you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 只怕还没开口 就被你猜头 I'll say love you I know I even aон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